有关注的同学呢也是饱含争议 例如金城武当初出演诸葛亮的时候 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其实呢金城武这演这个角色 心里也是很没谱 他也害怕自己演的诸葛亮 除了长得帅 其他都不灵 当初得知吴宇森导演让他演诸葛亮 金城武自己都觉得意外 就是觉得很惊讶啊 因为你还不知道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 也不敢相信说是真的吗 试装后金城武心里更是他特不安 试装的时候会觉得 没有尝试过这样的造型 是蛮新鲜的 然后也会担心哇变成这样子 那到时候我的一举动 能不能去符合这个角色呢 这也难怪谁叫他要扮演的是 家喻户晓的诸葛亮呢 压力还是会打 因为他三国 我想他不单是中国有名而已 我想他就外国 日本也好 或者是美国 其他亚洲地区 都会认识三国的故事 也知道里面的人物 一开始拍摄时 金城武类的好场 拍第一天的时候是 是我整部戏里面最 我自己觉得最难的 就是要去春泉那边游说 那场戏 压力那时候是蛮大的 台词又是最多 所以那时候我 背了蛮多天 但是在现场还是会一直想要去 顺 怎么顺 再怎么顺 越顺越累 这样 所以那时候拍 我拍到差不多下午 三四点 我就已经跟副导演说 我们是不是今天又不会拍完 如果不会拍完 都要喝不喝米 我发现这些讲到 已经没有力气 拍弹琴的细时 要求金城武只是装装样子 但他依旧有压力 弹琴部分我觉得是还好啦 OK啦 那我也很坦白跟导演表明过 真的是不可能学着会的 在这一班的时间 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 尽量把导演要的那个感觉做出来 那是蛮新鲜的 其实是蛮新鲜的 其实是小马 那时候其实是蛮希望 能够去参与到 他们有去拍摄 真正在生小马的时候 可是因为可能 因为时间大 那时候也 我也还没 可能还没完全拍完 所以就不能去搭档 虽然不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 感觉是蛮蛮好玩的 电影《赤壁》中 金城武与梁朝伟的对手戏最多 在跟吴雨森充分交流后 金城武重新理解了 诸葛亮与咒语之间的关系 诸葛亮跟咒语的关系 我们也是慢慢模索出来 这两个人都 很好 其实 但是外界看起来可能就不好 因为是三国心大 因为要互相利用 他希望反过来把这个两个人关系 拍成是英雄戏 在一季外 金城武与内地演员之间合作 也是英雄戏英雄 虎勇啊虎勇啊 我觉得都是 跟他们一起演戏的时候 会觉得 蛮开心的其实 我觉得很多地方值得 值得我 值得我学习 包括金城武 因为我跟咒语诸葛亮的戏 比较多一些 都值得我们学习 不过金城武最佩服的 还是导演吴宇森 我在片场拍的时候 看他的拍摄方法 看他的 用镜头去抓 每个人员的方法 我会感觉到 诶 吴导演真的是 很会拍 男的一些魅力 本月10号 赤壁就要和观众见面了 金城武版的诸葛亮 到底会展现出 什么样的魅力 大家还是到电影院里 去感受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llage